未属无三国起家 为什么都招过丹阳兵 丹阳兵很特别吗 还有好多军阀都招过丹阳兵 丹阳到底有多少人 能这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招兵 后来丹阳成为了五国的境队 孙权的舅舅 孙权的岳父 孙权的弟弟都当过丹阳菜手 但是谁当丹阳菜手 没几年就会离奇死亡 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轮上 让我们来走进历史 很多看三国正史都会发现 丹阳好特别好特别 比如说刘备 刘备怒打完渡游过后 不是逃了吗 他逃到哪去呢 就逃到丹阳 正好当时何静派灌丘 来丹阳招兵 看到没有 来丹阳招兵 除了招到了丹阳兵 还招到了谁呢 就是刘关江兄弟 他们加入了这个军队 然后在当地凭贼有功升级 后来当曹操讨伐徐州的时候 刘备又来救援 曹天又给了他几千丹阳兵 看到没有 所以刘备跟丹阳兵有不解之远 曹操是一开始成留起家 去打董卓 被虚荣伏击 战败了 我之前说的林级兵死一地 然后这下聪明了 看来林级兵不行 我得去招厉害的兵 跑那丹阳招兵 看到没有 那丹阳招来丁过后 往回走 走到我的家乡 安徽奔武这块区域的地方 就是李文浩做的奔武 我是李文浩高中同班同学 说多了 走到这块区域的时候 新招的士兵还造反了 看到没有 所以曹操呢 等于还被丹阳兵坑过一次 孙策起家的时候呢 后来也招的是丹阳兵 所以丹阳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就跟游戏卡池一样 军队不过过来 我十连抽一下 军队不过过来 我再十连抽一下 好像三国的军阀就是玩家 就是来客进来了 这个地方就是个十连抽的一个点 所以好多人问了 丹阳到底有多少人口 每个军阀来招个三五千 难道丹阳能有几十万人吗 好多人去查 说丹阳是哪里 一查 安徽宣城 那想不通了 第一 在概念中 这个安徽宣城 也不是个爱打架的地方呀 有人说 那不一定 说明古代的时候爱打架 只是现在不是这个脾气了 阿姨 那安徽宣城能有多少人 那你想 就今天的安徽宣城 也架不住这么招兵呀 而且古代的人口 哪有今天那么多 对吧 其实呀 丹阳指的并不仅仅是宣城 古代的丹阳是个郡 古代的郡 比今天的一个市大多了 甚至接近今天的半个省 丹阳郡有多大呢 今天整个安徽的宛南地区 加上部分南京 部分杭州 部分江苏 部分江西 全属于丹阳 看图 看这里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丹阳招兵呢 不是说丹阳本地的老百姓很厉害 很强 而是丹阳有一种特殊的人群存在 他的名字叫山越 看过三国正式小伙伴 估计经常能看到山越的两个字 对吧 因为孙权大部分时间都在因为山越啊 头疼 有人说嘛 魏蜀吾三国真正最头疼的敌人 不是对方 而是各自家里 就魏国头疼的敌人 是北方的胡人 吴安 东吴头疼的敌人 是山越 蜀国头疼的敌人 是云南的门祸 真正头疼的 都是自己家境内的异族 那有人说了 山越到底是个啥 难道这个兵种 真的很强很厉害吗 山越 原本 就是越 什么越 越国的越 哪个越 越王都建的越 啥意思呢 就是越国 不是灭了吴国吗 后来越国不是被楚国给灭了吗 然后越人就逃进了山区里 因为 湾南地方是山区 福建 浙江 等等沿海地方 也有山区 他们往山区里一逃 就变成了山越 后来呢 山越呢 指的不仅仅是越国人 指的是生活在山区的 一族的统称 都叫山越 后来还有百越之称 我说一个你好理解的 你就想 他就是孟霍 我就得了嘛 就是孟霍军 伸手就是飞剑 飞刀 暗器 攻剑 靠打猎为生 他天生战斗力就比汉人强 汉人的普通一个农民 耕地 读书 搞了二十年 今天招兵了 我去了 你会打架吗 你有战斗经验吗 你啥都没有 但是越人不一样 从小我就在山越里面 能跑能跳 对吧 能射箭 能打 能用暗器 会玩刀 所以这个完全不同 所以这就有点像游牧民族 有点像虎主 对吧 天生会用刀 天生会骑马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仔细看 三国里面凡是战斗力强的 他大部分使用的兵种 都不是纯汉人兵种 你看西凉 西凉铁骑 我听讲说西凉铁骑的湖人 好多人正说 啊不是 西凉铁骑其实是什么 是枪汉混合 有汉人 有枪族 这个枪汉混合的军队 所以天生战斗力强 你那看工程战的白马一丛 也是什么 也是湖汉混合 但是汉人 加上很多乌丸人 所以你再看陶谦 陶谦为什么当时很牛气 实料记载说 连袁绍跟曹操都畏惧陶谦的兵威 是为什么 是因为陶谦当时手握丹阳兵 丹阳兵很强 你再看 为什么刘备过来支援陶谦 能挡住曹操 因为刘备带的就是 湖汉混杂的骑兵队 然后呢 陶谦又给了他山越军 看到没有 等于是两大强力弹种 都握在刘备手里 就你不要认为曹操兵多就厉害 刘备当时属于是兵强 所以刘备能挡住曹操 他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所以当东吴控制着 丹阳郡过后 那谁是丹阳太守 谁就是王呀 你想想看 所以孙家的第一任 丹阳太守是谁 是吴景 吴景是谁 就是孙权的亲舅舅 他姐姐是吴夫人 就换言之 他是孙杰小舅子 后来吴景 莫名其妙死亡 换成了谁 换成了孙权的岳父 这个人叫徐坤 这个人也是孙权的表哥 也是孙杰的外甥 是孙杰亲妹妹的儿子 战斗力强的一塌糊涂 打董卓的时候 人家就分到了偏将军了 但是呢 徐坤当了几年丹阳太守 后来也在战斗中死亡了 再下面什么呢 是孙权的亲三弟 孙毅来当丹阳太守 又没两年 也被人刺杀了 所以为什么丹阳太守 这个身份 这个吐咒呢 我们从现象上来说 这三个人 一个可能是自然死亡 一个是阵亡 一个是被谋杀 好像来说没有联系 但你想 谁握着丹阳兵 谁是王 孙权能睡得着吗 仔细想 你细平 你是孙权 你睡得着吗 这个就阴谋论了 这个咱就不深究了 这个之后 讲到孙权的时候 再详细说 被丹阳的山岳兵 非常难搞 这就是为什么 要派黄盖 要派猛将去当县令 在那干了九年 就是威慑 你派个文官 过去当县令 媒体才就被人干掉了 那丹阳问题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丹阳问题 真正的最终解决 就是陆军 曹操策反 丹阳的山岳叛乱 给孙权添麻烦 陆迅来平定丹阳 陆迅收服了丹阳山岳过后 把这些老百姓 搞了户口本 变成了无国正式的百姓 从中间 挑选了上万人 组成一支 山岳精卫部队 这支部队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白衣渡江 在好多人的概念里面 以为白衣渡江 是吕门去的 跟陆迅没关系 其实不是 是陆迅和吕门 两支军队联手过去 那陆迅带的这波 一万山岳精兵干了啥呢 他伏击了关羽 史书记载 陆迅斩杀并收服 关羽的一万军队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陆迅 手握一万山岳精锐 手握一万关羽精锐 再接下来是什么 是怡邻之战 那你说怡邻之战 谁是老大 那不得陆迅是老大吗 东吴的这个做法呢 就是叫国王与奴隶主共治 你的兵多 你的粮多 你的钱多 你就官职高 他不是像那个魏国 魏国是中央集权的一个国家 官员是分的 你将官你要打仗 你是调兵拿兵服 是正常的流程 东吴不是 东吴这个很像拳的游戏里面 那个领主制 各个领主 我选择效忠于王 如果打仗了 你们这个领主 你自己家的兵 自己家出人 粮食你自己出 麻你自己出 盔甲开甲 什么段起八糟 自动都你自己出 你就是大地主 你带着人来跟我去作战 我们获得了利益 咱们分 就这么个玩法 所以陆迅一月之间 比这个吕门的虎威将军还高 咔呀变成了正习将军 对接下来 一陵之战 他手握着两支强大军队 面对刘备 那你说刘备慌不慌 刘备还真不慌 为什么 刘备也磕金了 刘备花重金 找了什么 沙漠科 沙漠科是啥 是五西蛮首领 什么叫五西蛮 五西蛮是西南的少数民族 是部分的湖南 部分的四川 是这一部分 都是吃辣的 这一部分的少数民族 跟后来的土家族还有渊源 你看到没有 刘备也磕金 十年兽 来来来 狂扎五十年兽 一定要抽到的 沙漠科 沙漠科带着打兵来了 这两边就站上了 所以刘备那边认为 我有信心 打一林是因为我有沙漠科 所以演技里写的更夸张 沙漠科一箭射死了甘尼 所以一族兵 因为天生战斗力强 所以在战斗中 可以发表很大的作用 包括诸葛拉后面 后来他收了南蛮过后 然后呢 他创建了军队 叫无为非军 全是南蛮兵 战斗力也很强 包括刘备之前打四川 他占领了金南过后 他应该也收了一部分武器吗 因为金南也有 武林军也有武器吗 所以看到没有 这些军阀 每一次小爆发 全是靠着一族兵 那有人说了 按你的逻辑 打当就靠一族兵了 那什么其他的元素不重要了 不是 任何一个事物 都是多个元素构成的 一族兵是成功的元素之一 并不代表所有 那你主将的能力排兵不振 并不能说以点盖全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不要做到非黑即白 这个世界还有灰色 我们不要做到 一说哪一个点强 就认为其他点都是垃圾 都不是 都不是 所以你看 当时的丹阳兵是有多强 所以陶芊为什么敢杀曹少的爹 演义里面说的 曹少的爹是陶芊的部下杀的 他部下建材起义 陶芊不知道 其实不是 历史上曹少的爹 就是陶芊杀的 是陶芊派人杀的 很直接 那为什么要杀他 其实这一次谋杀 不是那么简单 咱们下集相聊